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直播环节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估计问题,随时可以答给我们 我们的电话热线是204-6566,电邮地址ask at bschannel.com 身边的嘉宾是Jason,研究部的经理陈伟聪在旁边 Jason,你好 我们电邮比较多,麻烦Jason,可能要回答一点 很多人问劝商或耐银股,都是焦点 家庭观众陈小姐想问,编号2600这只股份 暂时中国女业去到5个1号4的位置,接近2% 她说5元持住了,好货好久了 如何部署分和需不套言 另外也问一些耐银股 中国女业方面如何部署呢? 中国女业方面如何部署呢? 中国女业方面对上星期先跌 今天到星期四至五就彈上来 股价走势上 仍然都属于在一个高台上整固 但是始终我对于这一类的资源股 或者这些金属股都仍然是有些保留的 毕竟说这一类的公司在那个毛利率方面 在这几年里面都不断受压 还有看回他们现时的股值方面 都不是说特别便宜的 所以如果你说去到现在五个岭这些位置 要去再突破似乎就有些难度 暂时看回五个半左右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阻力 如果你说这一阵的股市要回 我相信这一只股份都要跟着跌回 所以如果你说真的有货在手的话 看你考虑不考虑这些位置 就可能先减减磅 当然如果你说这些位置不减的 那下面你就博去 不要跌穿四个七这些支持位 如果你说跌穿这些位置的话 那可能整个回调的幅度 就有机会要跌回去四个三 四个四座 另外就问一些耐银股 有三只在手全部都赚一两元 很夸张 而且如果你长折的话 可能你已经收了几次息 其实一定绝对是已经回债本 可能加倍上的 拿着什么呢 中国银行三个八八 三个半有的了 现在去到五个四十四 另外三三二八交行 就说六个半有 现在去到差不多百元的位置 农行一二八八 就说三个两毛多入货 今天高位更加建了四个五毛半 全部赚钱 如何部署继续放置要 这一类股份 就看你拿的那些是否很多 如果你说之前真的低位买到很多 去到现在这些水平都有一定程度的利润 可以考虑其中一个做法就是 锁定某些的利润先 当然就不是说叫你全部放晒 因为你说未来的市场 都仍是有机会升 但你升之前这一阵 有机会先做一个调整 还有回调幅度未必太小 所以现阶段 如果你说都有一个这么大的利润 在手 你可以考虑 将本身都有钱赚的那部分 先行去到减磅先 或者不沽了也好 但是尽量去到减三分一至一半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还有接下来 等我估计可以回一些的时候 再去吸纳 好 多谢先看陈小姐的电话 下一位家庭观众的email 方面就是姓Venice 问回你刚刚说到 刚刚那位家庭观众 他有货 你说可能减一半 或者是继续拿着 但如果未有货的 内人股好像是健康939 去到这个位置 他说买入价是什么最好 就是还想入货 但会不会太高 要先等一等 除了内人股939 还有第38号 第一拖拉机 都是没有货 内人股在上两个星期 都真的升得很多 今天本身是有好消息 因为降准是百分之一 是一个相当之进取的 是宽松步伐来的 但是看回那些内人股 今天的升幅 不是说特别多 普遍都只是升1%多一点 意味着现在市场上面 对于人行降准的刺激 或者整体的乐观的情绪 就没有之前来说是那么厉害 所以如果你说去到这些位置 有个好消息都升不起 我也有点担心 究竟未来是否有机会做回套 所以这个位置去买 我就不是太建议 不妨是等股价回回到大概 我自己看如果你说建行来说 就去到7.2左右这些位置 才考虑去买 好 多谢先下李小姐 另外还有个38毫是吗 Jason 这是第一拖拉机 现在跌百分之二到7.8毫 这只股份 也是在4月初那段 爆得相当之厉害上来 当时股价是由大概5.2左右 就弹到上去最高9.3毫多 但是在上星期开始就有一些调整 去到8元这些位置都叫做跌穿了 暂时看走势来说 这条10天线都岌岌可危 一旦这些位置是在失手买 那可能下个位置就会落到 大概7元B这些位置 要买的都是等它回回 大概8-10% 去回7-7.2这些位置才考虑 好 多谢先Jason你的分析 我们之后就听一下电话 喂 家庭观众齐女士 你好 我想问那只3968是什么 可以买好些 现在一直想 买入吗 你想啊 我想买 还有那只241 什么 241 241 好难听 听不清楚 招行3968 和刚刚提过那几只内银股 都是相同的部署 如果你说没有货 这些价位我不建议再去追着 可以等它的股价 落到大概22元 看看10天线是否搜到 如果你说这些位置跌穿的 可以再等多一点 去回21元左右才去买回 如果你说这一只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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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个星期 復派回来之后 有些消息 说去母公司 阿里巴巴那边 都说会注入一些天猫医药 就是关于一些在互联网 售卖是药品的一类的业务 就落回这间公司那里 一百九十几亿 只是买了个业务 说是赚几千万的 变相如果你说股价 在过去的星期上升了这么多 现阶段去到买 似乎就有些风险了 当然如果你说真的看好的 可以等它的股价 下落到10元以下 再部署 如果你说本身 都真的不是觉得 那么看好 不是那么熟 纯粹就想着 见高去再追 那视乎风险都是比较大一点 好啊 两只都说了 齐女士 多谢你电话查询 谢谢 下一位家庭观众 邱小姐 是 两主持早晨 早晨 邱小姐 我想问一问 两只股票都没有货 首先问257 中国光大 它今天跌了很多 例如买的话 应该在哪位买入呢 还有我想问 那些券商股 中信银 中信证券 海东和港法 阿承先生 你给我选择其中一只 还有哪位买入 麻烦你 好啊 那我们先跟进 就是257 中信银 现在回回4% 其实连续两天 有一个调整 去到14.88的位置 那怎么部署 它接近的情况呢 这只股份上个星期 就因为水十条的方案出台了 所以都令到股价就抽升到最高16元流上的 但是去到今天又有回调出现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调整 这些调整的调整 也未必太担心会跌很多的 毕竟说水十条的政策来说 那都是相当之具体 而且所定的目标 去到2020年或者去到2030年 整体内地方面一些流域 又或者说一些可药 飲用水的水源 那水质保证上面 都定得是比较进水一点 那表示着 来近这十年里面 其实内地是大把一些的 就是做法是需要去跟进的 包括就是说 那些公司方面 都可能要安装 不同的一些污水处理的系统 那对于这一类的水务股来说 我觉得都是有个正面帮助 那如果你说来近的股价 有机会 就是回一回回到14元边 这些位置就可以考虑去到买回去的了 嗯 好 都OK了是吧 是的 劝商股方面 刚才就三减一 或者你刚刚还送信证券 或者是说港法证券 那我自己 就是说这么多劝商来说 我都是比较看好的港法的 那主要原因都说去估值方面 仍然都是较另外的几间来说 是便宜的 看到它现时的股价去到24.7 我觉得这些位置 都可以再等等 因为我自己看一看 短期里面的市 都可能会再有少少调整 那便上等它的股价 落回去24元以下 才找位买回 好啊 多谢先了 邱小姐你的电话查询 节目时间到这里 谢谢Jason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再和大家跟进其他股份表现 不要走开了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